若望福音 第十三章 在逾越节庆日前 耶稣知道他离此事归父的时辰已到 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正吃晚餐的时候 魔鬼已使伊斯加略人吸满的儿子尤达斯决意出卖耶稣 耶稣因知道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 也知道自己是从天主来的 又要往天主那里去 就从席间起来 脱下外衣 拿起一条手巾竖在腰间 然后把水倒在盆里 开始洗门徒的脚 用竖着的手巾擦干 即至来到西满伯多路跟前 伯多路对他说 主 你给我洗脚吗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 你现在还不明白 但以后你会明白 伯多路对他说 不 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 耶稣回答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 西满伯多路遂说 主 不但我的脚 而且连手带头都给我洗吧 耶稣向他说 沐浴过的人 以全身清洁 只需洗脚就够了 你们原是洁净的 但不都是 原来 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 为此说 你们不都是洁净的 即至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穿上外衣 又去坐下 对他们说 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 你们称我师父 主子 说得正对 我原来是 若我为主子 为师父的 给你们洗脚 你们也该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立了榜样 叫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 也没有奉使地大过派遣他的 你们既知道了这些事 如果实行 便是有福的 我不是说你们全体 我认识我所拣选的 但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 吃过我饭的人 也举脚踢我 就在现在 事未发生以前 我告诉你们 好叫事发生以后 你们相信我 就是那一位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接待我所派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 耶稣说了这些话 心神烦乱 就明明地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有一个要出卖我 门徒便互相观望 猜疑他说的是谁 他门徒中有一个是耶稣所爱的 他那时协议在耶稣的怀里 西满伯多禄就向他示意说 你问他说的是谁 那位就紧靠在耶稣的胸膛上 问他说 主是谁 耶稣答复说 我占这片饼递给谁 谁就是 耶稣就占了一片饼 递给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尤达斯 随着那片饼 撒旦进入了他的心 于是耶稣对他说 你所要做的 你快去做吧 同袭的人 谁也没有明白 耶稣为什么向他说了这话 不过 有人因为尤达斯掌管钱囊 以为耶稣是给他说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要的 或者 要他给穷人施舍一些东西 尤达斯一吃了那一片饼 就立时出去了 那时正是黑夜 尤达斯出去以后 耶稣就说 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 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 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 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 并且历时就要光荣 孩子们 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 以后你们要寻找我 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去 现在我也给你们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你们该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 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 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 世人因此就可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西满伯多路问耶稣说 主 你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如今不能跟我去 但后来却要跟我去 伯多路向他说 主 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 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 耶稣答复说 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鸡尾教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